年多大了 94年 什麼時候來醫院的 醫院 去年來的是吧 去年來的 94歲的老奶奶用中文說不通 但英文講得嚇嚇叫 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 是劉傑儀 老奶奶因為腦中風住院治療 病情幸運獲得控制 從不太能說話到可以聊天 只是治療後的她現在只會說英文 老奶奶年紀時確實是名英文老師 但她平常也用中文溝通 現在完全用英文 讓聽不太懂的看護工 照顧起來有點苦惱 可能她在這個言語功能受損的地方 她可能母語受損 她可能英文的那一部分的功能 還算有一定的保存 現在只能用第二語言來對話 不過能恢復意識 甚至會說話已經非常幸運 也讓不少人覺得很新奇 記者陸資宇綜合報導